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是Macy 今天呢,Kevin没有上镜,但是他就是right in front of me 然后... 他不让我说话? 今天呢,我要...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我自己用的一些护肤和彩酸产品 然后最近不是Sephora Badger吗? 然后给你们推荐一些值得购买的好物 然后呢,Sephora打折的期间呢,For Rouge呢,是10月30号到11月9号是有20% off的 然后呢,For VIB是11月3号到11月9号是15% off 然后For Beauty Insider呢,是11月5号到11月9号有10% off 就是日期不要忘记 然后呢,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产品呢,是有其中的好几样是我现在也在用着的一些产品 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这一个Origin的菌菇水 然后这款菌菇水呢,它不会像别的那些爽肤水一样特别的稠 它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就是Exactly,像Water一样的那种水 然后呢,它有起到修复的作用 然后呢,它这款菌菇水呢,是没有Sophie Paraben 还有Faoli的一款Sephora认证的SLS 还有SLES的这么一个天然的产品 非常有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大家赶紧去购买 它有出两个size,一个是400ml的,然后一个是200ml的 然后400ml的那个呢,是72刀 然后这个呢,是45刀 然后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自己合适的size来购买 然后next is这个Kills的面霜 然后这个呢,已经空瓶了,无数罐了 然后Kevin也非常喜欢用的一款面霜 然后这款面霜呢,它的质地呢,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厚重 它还是比较轻薄的 然后它很保湿 然后晚上涂它,早上涂它都可以,没问题 非常的滋润 所以这一款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购买的一个产品 如果你是比较combination,比较混油肌,还有油肌的话 你可以使用Kills的这一款 它这一款呢,是隔离状的 就是它涂上去呢,比较轻薄 它是这样子的隔离状的 就不会给脸,就是带来很厚重的感觉 相比那个面霜的话,它这个会更加的轻薄 然后更加的水,比较容易吸收一点 然后适合混油皮和油皮的妹子来使用 然后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蓝蔻的套装 然后这个套装里面呢,有一个30ml的小黑瓶 然后也还有一个19ml的它们新出的那个眼的精华 然后还有一个200ml的它们的玫瑰toner 然后呢,我本人也有在使用它们的小黑瓶 然后小黑瓶的好处 真的,我用了超久的 唯一觉得它的好处呢 它是这样一个,是管的那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它,你一按它,它出来了 然后它这个质地非常的柔顺 我最喜欢的这个就是因为它,就是吸收的非常非常的快 你一涂到脸上之后 30秒之内,甚至20秒之内 它就已经完完全全的给你的皮肤吸收进去了 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 它们的这个Rose Toner 然后也是,它相比菌菇水的话 它这个会比较稠一点 但是它也有起到保湿的作用 也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 所以那个套装我是很建议大家去购买的 然后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套装 是这个Belift的一个套装 然后呢,里面含有四样产品 一个呢,是它们的全装的50ml的 他们的True Cream Moisturizer Bomb 然后现在我本人也在使用的这一款 然后它非常非常的滋润 然后它也是一个蛤离的一个质地 然后闻起来 就像一个海洋的味道 特别的好闻 然后涂到脸上的时候 也是非常容易吸收的一个产品 起到保湿的作用 这款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购买 这个套装的话 它里面的正装50ml的 Moisturizer Bond 呃,它就单买它的话 就已经是50刀了 然后它这里面这个套装 价格才50刀 然后它里面还送了你三个想要 分别是它们的toner 然后它们的眼霜 然后还有它们的makeup remover 然后你可以试用一下它们其他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套装也是很适合购买的 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Sephora自家的lip scrub 然后我这个flavor是那个kiwi的flavor 然后它们家还有其他很多的不同的flavor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它这个lip scrub呢 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好闻 然后它就是有很重的甜的味道 好像candy一样 然后它可以给你的嘴唇去死皮 然后呢,通常呢,我都是晚上洗完澡之后 用这个lip scrub来涂我的嘴唇 然后呢,再用那个蓝姿的那个嘴唇面膜 然后再涂上去 然后stay overnight 然后第二天你的嘴唇简称 哇,so soft,so soft,you can't even imagine 下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cadlet的套装 它是一个手霜也可以用来当脚霜的一个套装 然后它有三支 每一支的容量是30ml 然后这个套装是24刀 然后我之前也用过这个套装 然后我特别喜欢它们的玫瑰味 然后它涂起来不会像别的手霜那样子那么的厚重 它也是非常的,比较薄的,轻薄一点 然后就是,就特别适合冬天 甚至夏天也可以用的一个手霜 下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cavandy的tattoo liner 然后我今天的眼线也是用那个眼线笔来画的 它有两个颜色,我这个是黑色的 然后它们还有一个棕色的颜色 然后我现在这里有一个小样的tattoo liner 然后它这一款之所以很喜欢它的原因是 它真的画出来的线超细超细 就是你怎么画都行,不用怕出错 然后画的线条非常的细 然后我特别喜欢 然后上色很均匀 然后不容易画错眼线 很适合新手使用的一个眼线笔 然后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套装是 这个Urban Decay的Long Lasting Makeup Setting Spray 然后这一款真的大家可以去购买 因为我本人使用了之后 它的确可以保护你,就是你的妆感 然后我试过持妆就是多过十个小时之后 我的妆一点变化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它这一款特别的好 然后它打开哦 它有两个,两个盖子 然后它的喷雾也非常的小 就很小的mess 然后你就给脸上擦子擦子 spray它 然后它就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妆容 还有妆感 然后这款也是非常推荐的 然后它这个套装是两个正装的size 然后它只要八十四刀 然后通常来说这一个的话就要四十二刀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套装也是很值得购买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洗发产品 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推荐的 就是,其实我也不懂得这个怎么练 就是一个OUAI的这个一个牌子 然后它们的living condition 然后它这一款主推的呢 是它,就是你洗完头之后 你可以把它spray在你的头上 根部的地方 然后呢 它就可以给你的头发 就是不用这么的fuss 然后也可以帮你就是heat protect 就是当你吹风的时候 如果你的风太热的话 就会对你的头发有损伤 然后它这一款呢 就是heat protect 然后非常的好 然后它也可以给你的头发 就是用你的头发是特别容易打结的 就是断的那一种 然后使用这一款的话 也会有效的帮你就是去detangle你的hair 所以这一款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第二个套装呢 是living proof的dry shampoo 然后它是一个正装 一个是那个他们的mini size的 然后它售价是33刀 然后它是价值51刀的价格 然后呢这个dry shampoo的话呢 我本人也有使用过 然后呢它喷出来的时候 它的味道非常的好 然后它的mass也非常的就是细 但是呢它喷出来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点点白色的那种物 然后呢你如果喷到你的头发之后呢 你要就是用手抓一下 然后清一下你的头发 然后这一款的话 如果晚上喷的话 你第二天的时候你的头发 你就不会是很油的那一种感觉 然后就是我很喜欢它的味道 特别的好 所以这一款也很推荐给大家 然后下一个推荐的套装 也是living proof的一个套装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jumbo size 就是一个洗发水 还有conditioner的一个jumbo size 我本人是没有用过他们家的shampoo的 但是他们的conditioner就是那种 用完之后你的头发就是很蓬松 就不会就整个头发坨下来的感觉 洗完之后你用风筒吹完了之后 头发非常的蓬松 然后呢你它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任何产品的味道 就是很好闻很天然的一股味道 然后它这个套装主推的是 for hair dryness 然后for heat protection 还有strengthening and smoothing 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洗完头之后很香的一股味道 然后你头发的volume就马上就变蓬松起来了 然后头发不会塌下来 然后如果你使用完了这个conditioner的时候 你可以三天甚至四天都不吸头 你的头发都会非常非常的蓬松 不会出油 所以这个套装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去购买的 它的套装 这个套装是117刀 然后它是价值193刀加币 然后下一个套装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Brigio的套装 然后里面有一个shampoo 还有一个conditioner 然后这个shampoo呢 是一个charcoal plus coconut oil micro exfoliating scalp shampoo that's a really long name 但是呢它这个颜色呢 就是像一个木炭的颜色 然后它加了椰子的油 液油进去 然后它里面有一粒粒的可以帮你的头皮 exfoliating的一个作用的一个shampoo 然后帮你很好的去除你的头皮线 然后他们家的conditioner 然后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呢 是don't despair repair deconditioning mask 然后这一款conditioner呢 是主推damaged hair 就是有损伤的头发 然后split end 是有些妹子因为头发流的很长的原因 通常一根头发到最后就变成了两根头发 甚至更多分叉了 还有是否breakage hair 就是容易断的 容易掉头发的妹子 这一款conditioner 非常非常的适合你 然后这一款套装是67刀 然后它是价值104刀的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购买 彩妆的话我会给大家推荐最近新出的 新launch的那个rare beauty的foundation 还有他们的primer 他们的primer涂上去呢 就是整个脸就亮起来了 就是有点shimmer在里面的样子 然后他们的foundation呢 就是medium coverage 就是不是很厚重的 然后它完成了之后 是一个很natural的一个finish 你们是那种不愿意化浓妆啊 只是愿意化淡妆的妹子 可以尝试一下rare beauty的那个foundation 还有primer 然后rare primer的brush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会说 然后其中有一个颜色我特别喜欢 那个最喜欢的颜色呢 叫joy 是一个有点沉沉的颜色 然后另外一个颜色呢 是bliss 就是有一点点粉掉的那个腮红 然后也是他们家最浅的那个颜色的腮红 然后呢他们家的blush的话呢 因为他们是liquid blush 所以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当你的那个liquid blush 然后点在了脸上的时候 马上马上必须得晕开 不是的等它干了之后 你再晕开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难 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这个brush的颜色 我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pammergraph最近新出的18色的眼影牌 然后它这个眼影牌呢 三分之二的颜色都是珠光的颜色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你的眼睛闪闪的话 你可以尝试的购买这一款眼影牌 颜色的话呢 有几个颜色不是特别的日常 但是呢剩下的我觉得都蛮好看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就是Natasha Dinona的mini eyeshadow palette 然后它这个是五个颜色的 然后它的粉质跟他们正装的15色的 眼影牌的粉质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 然后这五个颜色对亚洲女生来说 也是非常友好的 也是偏棕色一点 大地色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 然后最后一个给大家介绍的是Hourglass的Face palette 然后这个Face palette的粉质呢 非常非常的细腻 然后你上色度呢 就刚好不会太深也不会太淡 然后呢 这个第一行上面两个颜色呢 是Bronzer 然后中间那个呢 是他们的highlight高光 然后下面的呢 就是他们的brush 然后中间那个brush的颜色特别好看 特别喜欢 是的 然后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给大家介绍的Face palette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个人使用过 还有一些我比较推荐大家购买的一些护肤 还有洗发产品 还有一些彩妆产品 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 就是forRooch的话 你们的八折优惠是10月30号开始 然后forVib的话 你们是11月3号开始 然后forBeauty inside的话 你们是11月5号开始 所以呢 大家set alarm 然后去remind you 去抢购啦 那好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话 请记得给我点赞评论 还有订阅我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